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网红 如果你都不认识网红 你就必须承认 你就是老了 你就是老了 所以你今天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你还可以跟别人聊聊 我认识哪几个网红 因为我看到这篇报道 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整理跟分析 让我们知道网红的一个现象 好 欢迎一下我们数位时代的采访编辑 唐子晴 子晴你好 嗨 大家好 你就是很年轻 你几岁 29 兵临30 还是非常的年轻 我们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你大概就是网红的原住民 对不对 算吧 我觉得我没有到 我这个年纪没有到那么原住民 但是一半一半 差不多 我觉得有70% 有有有 对 所以你们对 每天都泡在网红世界里面 算是啊 每天都一定会划社群平台 但不一定会看电视就是了 对 可是你知道吗 你也看报纸吗 我偶尔很少 回外婆家的时候 外婆有订报纸的时候才会翻一下 我觉得跟他们聊天真的很有趣 你知道吗 像你看我桌上一堆报纸 就是我最习惯的 然后我还有一堆的杂志 然后呢 我偶尔还是要看一下电视 现在在搞什么鬼 对不对 你在讲什么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都必须要看 因为就是一个现象 那我比较少知道的是从网路上面 看到YouTube他们的一些言论 或者是一些想法 可是你是倒过来的 对不对 算是倒过来 就是现在你接收一些新闻啊 因为像我们看电视 可能还是会看新闻 但是你接收的管道 可能已经变成Facebook了 因为Facebook上面 就是有很多新闻的网站 它变得很像一个聚合的平台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开电视 上面有很多影片 甚至很多电视台他们也会在YouTube频道上面直播 所以电视这件事情的需求是 对我们来说是很低的 对 因为一支手机一台iPad一个电脑就能解决 你对于电视的那些需求 然后对啊 都包括了这个杂志或者是报纸了 对不对 对 就是杂志其实也可以在网站上面阅读到 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就是网红的一些现象 然后你们也评选了一百大 但当然透过了一些筛选的机制嘛 对不对 对 对 然后这些网红来聊几个好不好 就聊几个让我们知道年轻人到底现在在看什么 好啊 那我就先讲一下 因为这个网红我们就是大概历时大概四五个月 就是跟了一间公司就是行销科技公司叫艾卡拉 他们下面有一个网红雷达 就是他大概搜罗了有台湾一万五千个网红都有搜罗在里面 就是只要你在Facebook然后Instagram然后还有YouTube上面 只要超过一千个粉丝就可以搜罗在里面 哇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在台湾大概有一万五千个 哇 对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透过了就是一些算法 就是算他的粉丝数啊 然后还有他的互动数这件事情就是筛选出来一百大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们还有加入互动数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嘛 就是说现在的粉丝你到底是真的假的 有没有跟你互动这也是个关键啊 对 哦 我后来想到我可以看我昨天在看你们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还想到我有一个学生 他也是网红 我不想还有我们在里面啊 他因为他是土耳其人 对我知道 我知道他 独家 对 我知道他就是他是属于另外一个族群就有点像是 另外一个族群 他们就是其实就是Google 他们常常会举办一些YouTube上面的记者会 他就是每一次有不同的主题在介绍不同类型的网红 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在介绍外国人在台湾当YouTuber这件事情 他们有点扮演就是像是有点那种网路上面外交官的角色 诶 你讲的是耶 对 因为他就是他有办法就是可以说英语 然后他又用他外国人的这个身份跟视角去看台湾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可以互通交交流 所以我觉得图价也有一点那样子的角色 他也是那样的角色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那样的角色 我知道图价啦 哦那还好 我觉得我总算沾到边了 沾到边了 因为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 我说如果你不认识半个网 那个网红的话你就是老了 还好我有网红的学生啊 不过我觉得外国人当然我们如果要待会有时间可以聊 就是外国人如果要在台湾做网红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我们喜欢看文化的差异性 然后他做一些 其实他第一件事情 我记得他跟我讲他拍的第一个片子 好像就是说他在新门町就故意丢一个皮包 然后还看台湾人的反应 就所有台湾人 其实几乎他就旁边有人在侧拍嘛 每个人就冲上去说先生你的皮包掉了 大部分是这样的 对他就是 有点像是实测 就是台湾人的人情味之类的 还蛮好玩的啦 诶 那那个子晴你看到的网红 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了筛选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嘛 所以你们是花一些时间整理的 可不可以讲讲你喜欢的网红 我自己喜欢的网红吗 我觉得我讲出来大家一定不知道那是谁 我讲出来你也不知道 我刚刚跟你讲盧志远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 因为你说我一万五千名啊 对啊 就是里面范围很广 而且我觉得因为网路世界 它跟电视不一样 就是它很分重 你会看的喜欢就是 你很直接就会搜寻到那群人 对它很分重 它不像说 你也喜欢林志玲 或你喜欢谁 你喜欢我取不出来 蔡依林 蔡依林 对 就是说他们是你看那个 那个区别性还蛮大的 所以在网路上更是这样 对在网路上更是这样 所以我喜欢其中一个网红 他叫做安娟 你有听过吗 没有 但是你后面有人点头了 对 我之前就是有大概跟他提到这个人 安娟她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生 然后他就是在做那种日本的小玩具的开箱 对就是像什么日本会有一些就是 小仓鼠娃那种仓鼠娃娃 就是你说一句话 然后那个仓鼠娃娃娃 会附送一次你的话 他有一次就是会突然就是很红 是因为他买了一百只的那个仓鼠 然后他说一句话 然后那个仓鼠军团就一直在附送他的话 他就是在做一些这种日本的小开箱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是女生嘛 会觉得就是手做这些东西还蛮有趣的 就觉得很好玩是不是 对 开始听不懂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好我们现场的是数位时代的采访编辑唐紫琴 非常年轻的紫琴 我们也希望粉丝团上面 如果你觉得你不老 然后你认识网红 然后你在粉丝团上面跟我们留言 看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网红 因为我们刚讲网红就是一万五千多名 对不对 太分众型了 那你刚讲那个安居我都不知道 我们粉丝团上面有人讲他喜欢蔡陶桂 蔡陶桂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是蔡阿嘎 可是蔡阿嘎怎么这么红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就是这个榜单里面的第一名就是蔡阿嘎 其实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意外 因为蔡阿嘎他其实发距于网路的这个世界很早 就是如果我们说网红这件事情真正成熟 可能是2016年的这个时候开始 就是YouTube在台湾的盛事开始很蓬勃这个时间点 但是蔡阿嘎在这之前已经透过像是部落格的方式 已经成为一个网路上面还蛮有名气的人 所以他的起点非常的早 所以他积累的粉丝就很多 然后再加上一路走来已经那么久了嘛 已经超过十年了 他的内容不可能一成不变 所以蔡阿嘎还蛮厉害的是 他就是把他的内容就是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 像是他有一个蔡阿嘎 那个就是他主要就是跟以前的内容会比较像 就是在讲一些台语啊或者是一些搞笑的东西 就好玩的 然后随着他的生活变化他也结婚了 然后生小孩了 他有一个频道叫做蔡阿嘎Live 就是专门在讲他们家庭的生活的 这是一个分种他又把他自己的内容 又分了一个东西出来 再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蔡桃桂就是 小孩很萌啊 很可爱的儿子蔡桃桂 他就是在蔡桃桂还没出生之前 他就把他的儿子就是设立了一个蔡桃桂的人设 然后出来了他儿子出生了之后 他就是主要的平台会在IG 因为IG上面我们大家就很习惯就滑滑 就看图片很可爱嘛 就是一直看IG就是很直觉就是看图片 然后蔡桃桂他这个就是主要经营的就是IG的频道 就是po很多小孩子的萌照啊 然后大家就很喜欢 所以他就还蛮厉害 已经把他内容就是分中分成很多不同类型 所以他真的是还蛮有头脑 就是真的是网红的鼻祖 就是知道在每个不同的平台的特性是什么 要怎么经营他的内容 对 欸这也是 不过你刚刚讲过的一个重点就在于说要怎么去经营啊 所以网红这件事情当然你们也有分析探讨啊 就是说网红这种事情是可以培训的嘛 嗯 其实就是在采访过程中我有跟就是业者聊过 嗯 他们其实原生的就是网红他们是非常需要有自己想法跟创意的一群人 他们原生的特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有某一个特质然后很忠实的就是呈现自我这件事情其实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然后其实在就是你后面的经营的话是一步一步慢慢累积 他们很多还是都会依靠一些就是网红经纪公司去帮助协助他们 那些东西可能不是他们那么擅长的 可是就是在创作然后表现自我这件事情他们是很厉害的 嗯 我们待会多聊聊就说他到底是一个团队还是艺人之力啊 不过已经有人讲就是有人喜欢唐国师 哦 然后说蔡阿嘎有一个怕蟑螂的影片很好笑 怕蟑螂的影片我好像有看过那一集 你知道网络世界东西太多东西 哈哈哈 可是唐国师这个我自己就很感兴趣耶 我就是 你喜欢啊 对我从以前到现在就很喜欢星座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都是唐老师的粉丝 对你年轻人耶 对但是我以前从小就会在家看就是那些占卜的节目啊 什么开运鉴定团啊什么就是这一些 所以唐老师就是他这一次也是我们还蛮重点的一个采访对象 不是他很特别啊 就是说他也算是我的朋友 他很特别 你看他从电视结束之后 他就专心的去经营他的这个社群平台 社群平台 社群平台 然后你看他现在做得非常的 对 红耶 对 就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到底喜欢哪一个网红 有人喜欢黄阿玛 他是一只猫 他是一只猫为首的很多只猫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那个听众朋友很厉害 你们都不老哦 你们都知道网红哦 还有没有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喜欢什么样的网红来告诉我们一下 有人说有个什么白痴公主啊 白痴公主也很红 他这次也在我们的榜单上面 白痴公主他就是当初他起家就是他会配音 配一些就是很好笑 他把可能迪士尼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影视啊 比方说就是公主系列的影片 然后重新配音这样子 可是他后来也慢慢的转型了 就是转的比较多元 像网红的趋势都是这样啊 就是很少有人专注指在某一个领域 就白痴公主现在也开始做美食啊 他可能也就是做一些访谈之类的 就是他们会突破自己 就是从原来的那个领域 然后再扩散扩散扩散 才能得到更多的粉丝跟更高的流量 对 就这也靠转型啊 对对 就是扩张他的就是讨论范围 因为昨天 对我也访问一个 就是他有点点像公家机关 因为他们有一点这个政策要推广 然后就请我们节目 帮他们来宣扬一下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过去他们其实也花了一些钱 然后在网路上面 可他就说 就网路上看起来很多人啊 但不是我们主要的那个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又很希望说 我们有很多的钱都下到网路上去 所以这些网红都要配合这个业配吗 是这样的状况吗 这种情况多吗 其实你刚指的是公部门 对 就其实公部门跟网红的合作是越来越多的 越多耶 对 你从柯文哲就是那个时候 奥木耀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就是总统蔡英文 对然后他们 柯文哲真的蛮好笑的 那个我觉得真的有看 对 然后因为我有去问过 他们就是之前有常常跟我说 就是在201 我记得九合一选举的那一阵子 然后他跟前一年相比 就是公部门下载 下载那个网红身上的预算 好像成长了就超过一倍 就是很高 对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他有很大规模的开了这个头 像是教育部最近在 就是他们在网路上面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Facebook 教育部最近在做一个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霸凌 在探讨霸凌这件事情 他就找了八个YouTuber一起合作 然后就是讲说他们之前霸凌的故事 然后希望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过程 然后就是找他们宣传 然后讲这件事情 这个操作方法也蛮有趣的 有趣但有效吗 我觉得蛮有效的 因为霸凌这件事情存在在 算很多年纪中 但很多就是在学生族群 或者是更年轻一代的 所以透过他们这个方式 我觉得那个TA有对啦 我自己是这样子看的啦 然后再透过YouTuber 然后网红他们自己在自己的社群上面 就是一直在宣传传播的话 那个影响力是更大的 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粉丝团上面 大家来的回答 表示大家也打破了我认为的一个世代的问题 或者是大家还蛮喜欢 对有人喜欢孙老毛 对还有人喜欢罗杰塔 美食 对还有一个什么Joeman 艾玲 Joeman 这些人就是那个罗杰塔跟Joeman 都是有在百大的榜单上面的 美食这件事情其实也很多人喜欢 因为美食就是很多人就是会看影片 然后就是看着大家吃嘛 或者是有一些教学 所以在我们的百大榜单里面有蛮多美食的 美食的应该很多 只是因为本人就是不会做饭 然后对做饭这件事情也不感兴趣 所以美食这件事情不是我的 不是我关注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 不是我特别会去看的内容 有人喜欢钟明轩 有人喜欢阿翰 我看过钟明轩 有人喜欢可可酒精 大家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太厉害了 好持续告诉我你喜欢哪些网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I like Ealing Sign I like Radio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是 世卫时代的采访编辑唐子晴 跟我们聊到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谈到了这个一百大影响力的网红 他们的榜单的一个分析了 那当然我本来想要介绍一些网红 让我们听众朋友认识一下 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老了 就没想到我的听众朋友都比我还年轻 他们认识好多网红 然后就在粉丝团上面分享一下 就你们分享的网红 那个子晴都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只有我喜欢的网红 子晴都说我回去看看 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你们这样这次分析完之后 这些网红大概会有哪一些的特质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因为我们在看完整个榜单之后 发现有几个就是比较特殊的现象 就我们先以类别来说好了 我们网红其实就是透过 因为我们刚刚说 我们跟艾卡拉这间公司合作 他们在后面就是不同的网红 他们有不同的类别属性 有不同的标签的 但是很少有人只是专门一个类别 比方说他是美食他就是美食 可是他有可能就是美食跟生活 或者是搞笑他是并存的 就是代表说网红 他们现在经营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然后我们有发现说 在这个百大的榜单里面 第一名的就是生活类的网红 但生活就包罗万象 你看一下蔡阿嘎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什么都做 然后什么都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名是蛮令我们意外 是插画类型的网红 在榜单上面其实很多 就占了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比重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我们后来有去分析说 背后像大家应该知道Duncan吧 Duncan就是 然后还有巴奈顺子 鬼门图文 鬼门图文我就不知道 巴奈顺子我还知道 然后还有那个废屋女友 不知道 因为就是这件事情蛮有趣的 是因为插图这件事情 在社群平台 其实经营的成本相对 像那些YouTube 他们要拍影片 他们经营的成本是比较 对插图这件事情 是相对也比较低的 所以你可以po文的频率 反而会比较频繁的 不断可以去更新 然后获得的效益是这样 因为你看那个插图的时候 通常就是上面一幅画嘛 然后写了一段文字 可是这个文字就是 当很能搓纵你内心的时候 你就会忍不住就是会分享 然后穿越 所以他的传播力就是很高 所以插画的就是这类型的网红 其实在里面比重占的是很高的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是因为 我们现在越来越常用line line上面不是有很多贴图 其实贴图 然后跟这些插画的网红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贴图卖得好 你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的粉丝 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或者是你在社群平台上面的粉丝 很多你贴图反而会卖得很好 就是这两件事情 是相辅相成的到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跟我们line的贴图文化也有关系 对难怪你写说有网红不是人 不是人当然还有就是插画这类型 当然还有就是大家最喜欢的人就是宠物啊 宠物这件事情就是很简单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们就是觉得他很可爱 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 对就是像刚刚好像有网友提到说 黄阿玛就是七只猫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有很多 而且宠物这个类型比较特殊的是 网红他们其实就是还是要赚钱嘛 除了业配除了广告之外 那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线下商品 你做成个人品牌 你是一个IP 可是宠物这件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IP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 所以黄阿玛就会推出很多像是这种 玉力啊年力啊或是周边商品 就是会有很多人喜欢啊 对这件事情就是宠物这个大家都爱啦 而且他的变现能力的方式可能也会比较多 对而且他直接就是一个IP 真的是很厉害 对不会像有的时候是一个人 比方说蔡阿嘎好了 好蔡阿嘎可能蔡桃柜很可爱 可是当你是一个就是人物的时候 你那个变现能力是要用什么方式 你才去做一些线下的变现 那是另外一回是可能会难度会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因为我们这次就是是针对三个平台嘛 YouTube然后还有Facebook 然后还有Instagram 然后其实就是在艾卡拉的 就是他们整个我刚刚说 他们有15000笔的那个数据库里面 经营YouTube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 大概只有23% 因为我刚刚说的影片 他需要除了成本很高 然后技术成本也很高 就是你需要投入的资金 投入的时间都是很高的 他后置剪接这些都要花时间 花成本的 对很麻烦 而且蔡阿嘎很疯狂 他以前有一阵子就是 他还想要一天一根 就是一天一定要一支影片 所以他一个礼拜就要七支影片 那时候就把自己搞得很累 那后来就是有调整方式 可是我刚刚提到说 有经营YouTube这个频道的只有23% 可是在我们的榜单里面 就百大榜单里面 有百分之88的人都有经营YouTube 这是远远高于一般的水准 就是代表说其实YouTuber相对而言 就是只有在经营Facebook或Instagram的人 他的传播力跟影响力是更高的 更大的 对 因为我们有分析过是什么原因 因为YouTube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会不会很常在看YouTube 还是只有Facebook 因为YouTube他就有点像是新一代的电视了 我朋友家你知道吗 他也没有电视了 他就直接看YouTube 对就是上面搜东西什么都有 很好玩啊 可是他的环境相对而言会比较封闭 他比较不像是社群 他就是有点像Google 你上面搜什么东西 然后马上就会有解答 马上就有影片 所以像当这些YouTuber就是 比方说蔡阿嘎就是YouTube起家的 他们想要在有更多粉丝的时候 经营Facebook跟IG就很重要 他们可能就会把YouTube的一些东西 就是剪成比较短的影片 然后就放到Facebook跟IG 反而他就是三个平台都有经营 就是让Facebook跟IG有更多新的粉丝 然后可以导回到YouTube去订阅他们 对所以YouTube的就是在百大里面的话 就是反正YouTube这个频道影响力是还蛮强的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这些YouTuber他们可不可以 就是说是可以培训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经纪公司 那经纪公司到底是协助他们做后台做技术 或者是接业配之外 他们可以训练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特质都蛮明显的 就是我有问过这件事情嘛 首先你特质明显这个是一定的啦 你一定要有自己特殊的地方 然后要有自己就是独特的地方 让大家去喜欢你 然后你很真实 你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身边一个朋友 你很真实这件事情是首要的条件 可是后续很多人可能就是自己做 可是也会有蛮多人他就是依赖于 就是这些网红公司 然后去帮他们经营 因为我觉得他们心理素质也要很强大 说实在很喜欢你的很喜欢你 很不喜欢你的人一定也有 对 然后我就看你们访问一个人说你不喜欢你就滚 哈 你说忠敏玄 对 对 对那个就是他的名言 哦真的啊 对啊 就是 我以为你们这次访问他才这样讲 没有那就是他很经典的一句名言 可是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人就是喜欢他这一言 我就是我啊 我他就说喜欢我的就喜欢 不喜欢的就滚开 哦 对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我就是忠于自我 你不喜欢你就走 你喜欢你就留下来 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很喜欢他 嗯 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是都是这样 对不喜欢的人就会骂他 对不对 然后就会讲他 然后他我就觉得他的心理素质真的也要很大 对 蛮多网红都是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蛮多网红都要那个承受得住耶 对 然后他们有时候还会就是特别开一些就是 就是就是话题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就是回复酸民网友的一些问题 就是碰到酸民网友这样说你的时候要怎么回复 他们心理素质是真的很好 然后还可以把这个就是做成一个新的题目 哈哈哈 对 因为我觉得网路上啊 真的如果你在意了 其实是你受伤耶 嗯 对因为可能你要当下就啪啪啪跟你回了几句 其实我以前也蛮受伤的啊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节目做成这样你还要上来这样子讲 然后我会觉得很受伤 那当然废永都说你不要受伤 可是还是会啊 所以我想说那如果这些YouTuber 他们自己真的要能够很强大 嗯 怎么可能有人不骂他们呢 他们就是很强大 对啊 我觉得是骂的很多 就是因为他是 他是起家于这个社群平台 本来大家就很容易可以去评论这件事情 他们应该就是已经习以为常 只是看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而已 好其实我们粉丝团上面有很多人一直在分享 就他到底喜欢谁 他说时间都这样占去了 哈哈哈 我觉得也很好玩 还有人喜欢马来西亚华侨的三姐妹的节目 四岁女儿很爱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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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很好玩 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进入网路世代了 就有聊一聊这个网红 这一期的那个 所以这个时代 他有讲到一百大影响力的网红 我觉得推荐给大家来看一看 很有趣啦 不管你是年轻人 或者说你跟我一样的话 去看看这一篇的影响力 我觉得蛮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 唐紫晴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紫晴 谢谢